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非常欢迎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席 吴总益先生 立临现场展示位 吴总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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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辛苦了 吴总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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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直接进去 来 直接进去 好 我们非常欢迎吴总益的一场现场 我们请吴总益来跟我们讲几句话 来来来来 掌声鼓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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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中华文化 五千年以上被传统 同神龙世藏百草 那就是用自然的疗法 好 因为如果用化学的疗法 可能中间有一些 会对人类的体质 产生伤害 或者长久的 有负面的影响 所以如果能够引用 天然 就是自然的疗法 我想 技能治百病 也能够维持 身心的健康跟安全 所以当 全世界现代医学医药 发展的时候 绝对不要放掉 中华文化五千年的传统 中间有非常 令人 不能不钦佩的地方 就是 这种自然的疗法 它是最合乎 人体 保障 所以我对于 维持这样一个中华文化的传统 自然疗法 我是由衷的钦佩 希望大家能够 研发再研发 让中医药自然疗法的功效 能够越来越提升 越来越能保障全人类的身心健康 但是这个是需要大家同心协力 用脑袋去研究去发明 然后发掘我们五千年文化当中 最深奥最好的那一部分 把它发掘出来 发扬光大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子孙的非常重要的 要发扬光大我们祖先的遗憾 要对现代人类各种可能的疾病 都采用最没有负面 负作用的自然疗法 要研发再研发 成功再成功 最后再祝福今天获奖的人 也祝福曾会长 賴理事长 跟各位先进 採纳这个高峰论 祝福大家 人人健康 家家健福 凡是做事业的人 家家赚钱 祝福大家 谢谢 谢谢吴主席 我们衷心祈祷 台湾一定要风调雨顺 中华民国一定要国台以南 台湾海峡两岸 一定要永续和平 困定发展 让中华文化 和中华民族的儿生 都能够彼此关心 相互协调 互相合作 然后建造一个 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新世纪 互利双赢 人人健康 谢谢 谢谢 谢谢吴主席 谢谢 吴主席 谢谢 吴主席 一点够 好 一点好了 来来来来 小波 好 来 谢谢 吴主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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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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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坐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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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要拍照了 请先面对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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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